如果撑龙凤凰最好 一次搞定的 36岁的郭碧婷被催生三胎 甚至跪地位向左穿鞋 这卑微的姿态也是没谁了 出道已久的郭碧婷从事演员和模特行业 在娱乐圈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可以说事业是岌岌可危 就在某一次在舞台上走秀时 意外遇见了向华强之子向左 从此与他结下了仪式的情缘 两人最终迈进了婚姻的殿堂 所谓的豪门成为了他的终身避风港 可豪门扩胎也真心不好当 36岁高龄的郭碧婷在产下女儿以后 就公开被强势地向胎催着生三胎 女神的心酸无奈只能往肚子里面咽 高龄生三胎对妈妈的伤害力有多大 想必各位宝妈们都心知肚明 在身体的各项机能走下坡路的时候 生三胎简直太需要勇气了 但是面对豪门家族郭碧婷也只能口头英语 为了再向家立足脚跟女神也是拼了 不过为了延续香火而不顾自己的身体状态 付出的代价也着实昂贵了点 毕竟生一个孩子老十年 这句话也不无道理 高龄产子更是危险重重 这可不是向家的财力能够轻松拯救的 小编认为郭碧婷真没必要不断地为向家开枝散业 要知道受损的身体可是不可逆转的 之前在一期节目里面 就有郭碧婷跪地为向左穿鞋的画面 让人看了不禁感慨万千 清纯女神竟然沦落到这个地步 看来她和向左的恩爱真是秀出来的 在这一段不平等的婚姻里面 她始终是极其卑微的一方 论家是财力资源人脉都无法与向左相提并论 自知高堪的郭碧婷自然有了自卑的心理 不顾自己的偶像形象 将不堪的画面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 漠不作声地接受向左的冷眼相待 或许在向左的心里对她也不是真爱吧 说不定只是看中了她漂亮的脸蛋傲人的身材 内心对她的嫌弃还是根深蒂固 对于郭碧婷背向太不断地催生 你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可以在评论下方说出你的想法与见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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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